我爱了他 我就爱了他 我这搜沙 奶奶 您不是坐车的 奶奶 我都没你这么个孙子 这倒好 亲孙的媒节上 碰着个床孙子的 你看看吧 你还是别发冷 弄了半天 赌他三毛钱的人是你啊 我就是那傻子 你潜伏得更深 我不是骗你站的 亲爱的乘客朋友们 还有人上吗 没人我们可要开车了 关门 等会儿 我不人哪 朋友们 我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 以前我挤公交的时候人骑自行车 我刚骑自行车人又骑摩托了 我刚骑摩托人又开启车了 我刚开启车人又改无车日 我还得坐公交 合不着使个浪上环岛 我又转回来了 鳄鱼变地火 我越火越臭臭我 嘿 那大脑袋你上不上吗 一点层次都没有 都什么年代了还管那叫大脑袋 那应该叫 巨头 还巨头呢 哎 哥们儿 谁是你哥们儿 离远点儿 怎么称呼呢 初恋琴儿 你给我上来吧 人家小时候是扔恋球大 关门 上车的乘客请自觉刷卡啊 一定要刷卡啊 千万别拿名片铺个白瞎蹭啊 没卡的请主动掏钱投币啊 掏钱一定掏自己的兜啊 说你呢 投币 没带钱吧 骨子里就不是我们北京人 我们北京人 兜里不穿个三千五千的 都不敢出门 掏了就大票 认识吗 五块打 这兜还有 一块打 五块打 一块打 投币要投一块打 这样的动作是很帅的 我刚才掏的是五块的 你干嘛 干嘛 干嘛呀你 你还在乎这个 你赶紧把这打 对不起 我们督导员不允许带钥匙 为什么 这是甲鱼的臀部 规定 规定就规定 你老看我脸了吧 那一会谁上车把钱直接给我 乘客不能收乘客钱 这是规定 那你先给我四块钱到站上管他们再要 我 我兜里钱是私人的 箱子里是公家的 公司不能混了 这是规定 合着你们公司那点规全是为我一人定的 行 一会谁上车了 甭逃避 我请客 有这必要的 太有必要了 这是小假鱼子存部 新规定 车到站了 注意安全 有卡刷卡 逃避意愿 我这请客 不要钱 俗话说 人风喜事 精神爽 我是越活越年轻 朋友们 你们看着我长得 像不像刘德华的妹妹 我说德华呀 德华 我有这么靓仔吗 腿有了 你那竹波剑演的是台好的 马德华呀 这趟车是从电视台来的吗 就是这个方向 上车给您呐 开车 我说司机呀 这车咋还抬了呢 不开能到站吗 今儿您算来着了 我来着啥 我来车站 结笋子 你把我拉扯着 走啥 奶奶 您不是坐车的 奶奶 我都没你这么个笋子 这倒好 秦孙子没结成 碰着个装孙子呢 这事是不赖我 咱奶奶没说清楚 是吧 我说清楚 你说我跟你说清楚吗 我凭啥跟你说清楚吗 我真是你是谁 我就跟你说清楚 我现在在这都不清楚 我跟你说清楚 你还不是我大孙子呢 你 坏了 这奶奶是跳街舞的 行了 奶奶 您甭着急 我再给你一块钱 您再坐回去不就完了吗 我倒站了 这不狭打不拱 再见了奶奶 嘿 你捅娄子了吧 这叫捅娄子 这叫做好睡随 我总是习惯性住人 你要是爱喜剧 我就沉沸色 开车 你要腰腾 我就按摩室 你爱美室 我就是明小吃 我儿子爱尿床 我就是尿补室 要 呦 外个朋友 分开不出北京 嘿 哥们 出北京 出北 法国人 知道刚才我说的什么吗 正宗的英语 分开不出北京 就会这一句吧 到天津我也会啊 分开不出 啊天津 到上海怎么办 分开不出 嗓嗨好不辣 不要到内蒙呢 到内蒙那就得 分开不出内蒙 你又 车到站了 有卡刷卡投币一员 不要去 一二一 一二 下转 一二一 哎 哎 我咋个转向了 哈哈 朋友们 这哥们长得跟傻哥似的啊 哎 我说兄姐 你们一共几位啊 五位 哎呦 福啊宝贝 哈哈 上车 他不认识你啊 你上来不就认识了吗 我请客 咱嘞 那多不好意思啊 啥 大哥 你为啥要亲他们呢 你们为北京做了多大的贡献啊 水立方 鸟巢 国家大纪约 你说 你一共盖多了 大哥 你忍承认了 他们不是改漏的 你们是柴漏的 不拆能带吧 接着钱甭找了 谁想谁啊 你还差我一块呢 你不吃素 五人五个钱 你不人哪 也算 哎 我说 农民工可不容易 你可以打个八折 农民工坐车没钱 我都可以给 关键日 今儿有人请客啊呀 哎 兄弟 啥子啥子 你们给我掏一块钱 算请我行吗 不忠 按摩欠 没钱你们上车啊 谁上车啊 你要不能亲客 俺们顺着车上 走着就去了 那我掏一块钱 那没有 没有你五十个灯 我那是抠的 你有钱 没有 你有钱 大哥 我那不是钱啊 是名 这是兄弟们 捐的九名钱呀 九名钱 还有个拱用 他老婆生孩子 难缠打出鞋 这钱 全家的押金 还差一千多了 那捐一斤 也不能五人一块去 阿曼那险鞋呢 那大夫说了 他老婆那鞋不是一巴人的鞋 阿曼这ABCDEFG的鞋性 你得吵气了 你别着急 这票我给你免了 你闭嘴 阿曼你 你过来 你把这拿着 真是 这我那工资卡 你交还进去吧 不要 你拿着 不要 你拿着 我这点钱对我们北京人 我真难产啊 真难产啊 真难产啊 真难产就拿着了 我媳妇生孩子的时候 也难产 那天整整地下大雪啊 我送她去医院的路上 那是个堵的 跟停车场似的 还就是几个农民工兄弟 把我媳妇抬到医院 还给她输了血 大夫说晚来一步 你还别说 以前我媳妇不爱干活 自从输了血之后 两袋大名十颗白菜 卡了就上八楼了 后来一打听啊 输血那几个农民工哥们啊 是搬家公司的 我媳妇的命 是农民工给的 大哥 阿姨全部谢谢你了 别提起来 干啥这 傻也不说了 结果你老婆 再是孩子 难产打出血 把农民工杀血像都要 谢谢 不过 没什么机会了 乘客朋友们注意了 西单到了 我得下车了 你等等 你还没到站呢 那就更得下车 我请他们哥去坐车 我自己逃票 你以为我这是自己的脸吗 这是北京 北京 你把卡给他了 回家你媳妇能交代吗 一听你老公 就不是我们北京人 就不是我们北京人 我们北京人们在家里 个个都是皇上 一会儿我带着我媳妇到医院去看你们 骚子就不用去了 他必须得去 他不知道我钱花哪了 他不得抄死我呀 你刚才不是说在家是皇上吗 我当然皇上 但我媳妇在家人家垂帘听证 大师再见了 再见 儿子大学毕业了 他爸爸飞上的去卖土豆 还得卖出好成就 我儿子要有那本事 他就不是郭小达 他是阿凡达 你同胞们 到了我这岁数 谁家不是老伴当儿子养 儿子当爸爸养 幸亏我聪明 想了一个好主意 花钱买平安 老伴 老伴 行事大好 行事大好啊 能哪 咱儿子的土豆销量是与日俱增啊 有一个大客户 咱儿子的土豆每天胜多胜少 它全都冒缘啊 太好了 那人是我划钱 顾的 眼看着儿子的生意就要做大了 咱们得加强宣传力度 为儿子的土豆做个代言 你要代言土豆 我看行 你像个饱了皮儿的土豆 广告词我都想好了 听你怎么样 土豆 一切皆有可能 也就有做菜的可能 人类失去土豆 世界将会怎样 不吃了呗 还怎样 土豆恒久远 一颗涌流传 砸烂了 行了 我到市场去看看儿子去 去吧 美丽 阿姨好 小花姑娘 你怎么找到我们家里来了 来来来 快请走 不行 快请走 什么情况 那个 雇你买土豆的事吧 我老爸跟儿子都不知道 让他们俩看见你 我就活不了了 哦 你买我儿子一斤土豆 我给你补住散毛签 发财了吧 高兴了吧 这不像高兴啊 土豆卖不出去了 您儿子一看土豆卖得好 就越劲越多 今天我得买它五百斤 阿姨给你一百块钱 你再减持减持 阿姨我给你两百块钱 我不坚持了 我给你三百 这两百块钱是我的 那男天走吧 哎 哎呀 阿姨 你今天要是不终止协议 我就不走了 自从咱俩欠这协议 你就算跟我儿子绑定了 绑定了 哎 我晕 什么 来客人了 啊 好 坐吧 坐吧 谢谢叔叔 你怎么回来了呢 不是打电话 忘带手机了 哦 喂 蔬菜批划市场吗 老马 再给我儿子浸两千斤土豆 哎呀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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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我现在一听土豆我就兴奋 这孩子不为骂甩的 我刚才听你说这姑娘和她儿子绑定了 什么意思 把绑定了 就终止绑一块了 这是我们未来的儿媳妇 我懂 我再打个电话 呀 叔叔 别再进土豆了 不是进土豆 我让儿子回来 呀 叔叔 不是 你 你不是要市场看儿子吗 快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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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见 还有客船走了 嗨 这么重要的客人来了 我怎么能走啊 今天我哪也不去了 我活不了了 姑娘快请坐请坐 这不是我漏了啊 谢谢叔叔啊 姑娘 现在是上学啊 还是工作啊 大学刚毕业 哦 怎么跟我儿子认识的 我呢 试播会还是在上海开吧 废话 那能够劲什么呢 太好了 放心了 太好了 我儿子见过你父母了吗 啊 快点进维系过去了吗 好像好点了 哎呀 太好了 放心了 你现在做什么事啊 我跟人签了份协议卖土豆 哦 跟谁签协议啊 哎呦 有方会谈怎么还不谈呢 我说你现在怎么改政治家了 跟大先生聊天 聘的就是知识面 啊 这姑娘不错 咱儿子挺有眼力 哎呦 那是我有眼力啊 哎呦 我觉得我不合适 我觉得你特合适 哎呦 比我合适的人还多着呢 好多像我一样的女孩子 都收捧简历 怀揣梦想 四处寻找呢 哦 现在找个对象这么难啊 阿姨 你再换个人呗 有变呀 我就想中你了 我还指望的 大给我抱孙子呢 我初学乍练 这方面一点经验都没有 这这方面有经验就麻烦了 对啊 对对对 对对 那个 他一个搞对象的事你别唱我心嘛 我懂 哎呀又懂了 姑娘 哎 这土豆是多少钱一斤进货呀 一块钱一斤进货 多少钱一斤往外卖呀 一块钱一斤往外卖呀 你干赚腰狠呀 哎 这姑娘看着清机灵 怎么是个缺心眼啊 你再缺心眼呢 姑娘啊 嗯 你一块钱进再一块钱进 这中间当班上一点分量 你不就赔了吗 赔不了 我卖一斤土豆 有人补助我三毛钱 他碰上傻子了 你干啥呢 这我也没说你 你着什么急呀 爸 姑娘啊 有儿子回来了 我真活不了了 看谁来了 哎呦 您怎么来了 快一快一 快请坐 坐吧坐吧 妈 水果呢 水果快 妈 这可是我的大客户 我才是你大客户的 谢谢啊 这段时间一直这么照顾 我恐怕不能照顾你了 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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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管受多大累 你都能照顾他 哎 两个人应该互相照顾吗 怎么让人姑娘一个人受累啊 哎 爸 这您不知道 目前啊 他只能照顾我 我照顾不了他 目前就得互相照顾 那么将来你们结了婚生了孩子怎么办啊 结婚生孩子 啊 啊 啊 结婚生孩子跟你没关系 怎么没关系啊 我还指望着你抱孙子 我还指望着你抱孙子 指望我抱孙子 他说抱孙子就抱孙子吧 你别往心里去 我能不往心里去吗 卖土豆 我的压力已经够大了 怎么还给我这么艰巨的任务 阿姨 我只有买土豆的义务 可没有结婚生孩子的义务 那你少带手生个小孩 当然不行啊 怎么不行啊 既然是搞对象 结婚生孩子 这是必然嘛 哎呀 你们这都说什么呢 谁和谁搞对象 我爸怎么了 你爸out了 啊 我不out 不是你说的这姑娘和咱儿子搞对象吗 嗯 阿姨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们俩协议可没这条啊 妈 什么协议 这事不能说得太细 你往戏里说 反正也活不了了 我怕儿子土豆卖不出去 我就顾了这鬼 你来吧 然后你死起白脸的问 我没办法 我只好说他们俩搞对象 这就是我们俩签的协议 你看看吧 你还是别看得好 弄了半天 你住他三毛钱的人是你啊 我就是那傻子 你潜伏得够深 我不是天津站的 妈 你说你这么惯着孩子 将来他能有出息吗 你还不如人家姑娘呢 人家还能把土豆卖出去吗 啊 我联系了一个大食堂 把土豆卖给他们了 你看 食堂能要他的土豆 就证明他有推销的手段吗 我也没什么手段 食堂管理员是我爸 对吗 这个太好了 你接着把土豆卖给你爸爸 我爸说最近那么职工 吃土豆吃的一出汗就往外冒淀粉 妈 妈 其实卖土豆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市场里才能掌握信息 咱们这很快上马大型食品加工厂了 那可需要大量优质土豆啊 咱联手那些有实力的企业家 租用农村闲置的土地 种植这些优质土豆啊 您想 这样一来老乡又有了收入 咱以后的事又能做大了 对不对 好主意 可以带我一起玩吗 咱们共同创业 好 好好好 儿子的生意做大的 咱们更得做好代言 代言 对 我叫土豆锅 我叫土豆菜 土豆真不赖 能炖一果菜 我们是80后 创造新成就 你们是新品种 我们是老土豆 我们是老土豆 哈哈哈哈哈哈 我爱了他 开火就为骆驼 你看不起我们 好好好 我们还看不起你呢 我现在正式宣布 咱们俩吹了 把那工具给我拿来 给鞋子 改推 行 要不要猜那些 要猜猜猜猜猜猜猜了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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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来变断 冰箱的给你 冰箱的给你 给你 你看你特别好吃 你懒得做 咱俩好吃懒得做 葉不辣 开火就为乐 是幸福或者是痛苦 关键就在这电话上 喂 听听吗 是我 娘啊 娘 是我 你别着急啊 再过十天这铁路就剪彩通车了 通车之后 我马上把你儿媳妇给您带回去 她呀 她叫婷婷 漂亮 贤惠 你呀 就在家等着婆媳相见吧 好 就这样 娘 再见啊 我娘是高兴的 可是我这心里还没有底呢 我是交了一个女朋友 不过成立不成 关键在一会儿这个重要电话上 接完电话 我还要赶回工地去上班 你说这时候这门锁又坏了 这修锁的还不来你交 哎 你是修锁的吧 我代表中的房东 也就是我对你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乖乖 你哪来那么多的毛病 你个大老爷们怕摸怕碰的 你又不是个女的 你怎么是个女的 女的怎么了 谁推定女的就不能修锁了 不是 我不是说女的不能修锁 女的能修 不过你这时间观念太差了 我上午打电话你怎么下午才来 中午来你干饭呢 这中午感人吃红烧枪药来的 那什么 好好好 来的好 麻烦你给你看个 看看锁 哪啊 这个 你锁毛病可不少啊 都哪有毛病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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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你说这么多毛病 我看得比的锁零件都多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 你还修不修了 修修修修修 多少钱 三百 三百 你跑银行的修门来了 哎 你要不修我就走了 外边还有好多火等着我 修修修修修修 现在人太黑了 修一把破锁就三百块 我的妈 三百 修不修 修了 行了 拿钱来 拿钱来 我修好没捡茶 他到底好不好使 就拿钱来 我修的锁还用茶 那也得查查 也得看看 怎么样 别说了 真关心了 那是 来 来 来 麻烦你过了一下 来 来 你把这门开开 来 哎呀 见了鬼了 我怎么也开不开了 你到底是不是修锁的 我是修锁的 可我学说的不是电容锁 什么锁 拉锁 拉 你怎么乱弹琴呢 反正这门你要整不开 你去在屋里给我待一辈子 哎 待一辈子就待一辈子 嘿 这屋里挺好 风吹不着 雨淋不着 还有个电话 先给我姐姐打个电话 聊聊天 别动 我一会儿有个重要电话打进来 你不能够占线呢 可现在不是还没来吗 这这这这不来的吗 来就接呗 喂 找谁 李波 谁叫李波 不知道 不知道 知道 我叫李波 就是我 我 喂 啊 他在 可他现在接不了电话 他被锁在外边了 我是谁 我是修锁的 你是谁啊 他说他是平平 这就是我要接的重要电话 这是我交的女朋友 快快快 你你替我传话 传什么呀 你问问他 我们俩的事到底怎么办了 他让我问问你 你们俩的事到底怎么办了 他说有个条件 不让你去修铁路 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的 不让我去修铁路 这条件不能答应的 他说什么条件都能答应你 就是不让修铁路 这个条件不能答应 他说实在要去也行 得给他五万块钱风险金 我的妈呀 我哪有那么多的钱呢 我的妈呀 他哪有那么多的钱呢 我不信 这是他说的吗 这是他说的 你告诉他 修铁路是我的工作 工作不光为了挣钱 修铁路是我的工作 工作不光是为了挣钱 对 你的精神正高尚 就这么高尚 你的品质真可贵 就这么可贵 你的脑子纯属有病 就这么有病 你才有病呢 谁呀 不是 我说他 他有病 你一天到晚 就知道在那穷山沟里 古龙那两根破铁 真是没出息 你这说的是人话吗 你怎么说话呢 那是我女朋友呢 对象跟你没关系 跟我没关系 告诉你 我就是从穷山沟出来的 穷山沟怎么了 要是没有铁路 就通不了火车 通不了火车 我们就走不出穷山沟 要是没有像大哥这样 修铁路的人 那我们穷山沟里的人 就要一辈子受穷 你看不起我们 好 我们还看不起你呢 我现在正式宣布 咱们俩吹了 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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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吹就吹了 这事我说的还能不坏 大哥 对不起啊 我刚才实在是太激动了 你这一激动不要紧 你知道吗 你知道你一摔电话 把我爹我娘的心愿给摔没了 把我爱情给摔没了 把我一生的幸福给摔没了吗 肯定又是停的来电话了 他保证回神转意了 那个大妹的 大哥求着你 你替我说几句好话 求着他行吗 喂 大哥 不是找你的 是找狗子的 是找狗子 别放电话 别放电话 狗子就是我 狗子是我小名 那一定是俺娘 喂 狗子在 可是他现在接不了电话 大哥 大娘问你 带着婷婷 几号到家 人都飞了 我知道几号到家呀 娘 娘 我对不起你 娘 我是婷婷 我是婷婷 就是你儿媳妇啊 娘 你老身体还好吧 我和狗子已经冰好了 十天以后啊 就回去看您 您放心吧 他没欺负我 狗子挺疼我的 他人好 心儿好 工作热情也挺高的 哎 您就放心吧 娘 奶奶就说病了 十天以后见了 哎 娘 你老托保重 再见了娘 娘 再见 大哥 这都是我瞎编的 我我刚才我我实在是想不出别的办法来了 所以我死了 谢谢你 谢谢 大哥 你不是还要着急赶回工地吗 我看我还是赶紧把门给您修好的 别修了 这不已经好了吗 我说我的手艺也不至于这么差吧 大哥 要是没有别的事 那我就先走了 大妹子 刚才你那故事编的真好 可是 后来呢 后来 后来我还没编出来呢 哎 哎哎哎哎 哎对了 你别走啊 别走啊 哎 钱钱 钱忘了 大妹子 钱 后来还没编出来 只要你救人救到底 这多好编呢 大妹子 我告诉你个特大喜讯 这门又开不开了 我爱很棒 开火就爱乐和 厉害 你厉害 我给你来个当头泡 跳马 你还跳马 老头子 你吃不吃 吃啊 干嘛不吃啊 吃还不快点 吃马还是吃象啊 吃象 象能吃吗 咱们不能吃 吃了它 都一天了 跟你说话 你都是不理不睬 不睬 干嘛不睬 我用马踩你那个鞠 你还动 你还动 没戏了吧 没戏了吧 给我枪死了 你还记得吗 你还记得 你知道我赢谁啊 谁啊 胡华 胡华是 全国冠军 世界冠军 我把它拿下来了 你把世界冠军给你了 那你是什么军呢 我是冠军中间的冠军 哦是冠冠军 哎呦 那 爸 我回来了 小丽 你回来了 你爸现在可了不得了 他把世界冠军都给赢了 妈 这可能嘛 真的 妈 这又是我爸给您说的吧 是 他怎么说什么您都信呢 以后啊 他再说什么 我们信他的 那怎么成了 到这么多年了 我的老妈 这也就是个电脑游戏 哎 您来看啊 我爸呀 这还选的初级 要是选高级呀 还不定谁赢谁呢 他现在呀 并多是小孩玩游戏机的水平 啊 小孩玩游戏机 我玩电脑 是我亲眼看的玩意是电脑 爸 我给您说你也不懂 等您上了电脑学习班 您自然就明白了 什么叫 学习班 进学的电脑学习班 哎 您怎么忘了 这厂里不是号召你们这些老工人 要跟上时代学电脑吗 我就给您报了个电脑学习班 哦 您看 这听课证啊 我都给您拿来了 您得好好的学 这对电脑啊 您还不摸门呢 嘿老伴 你说现在我这个水平还要不了学这个电脑学习班呢 我看没必要 妈 您跟着唱过什么呀 你看我都学两年了 我还在学呢 更何况我爸了 哎 以后你就不用学了 你有什么不懂的 你就问你爸 爸 这电脑学习班 你到底去不去 什么时候去 今晚上 今晚上 嗯 今晚上我还有点事呢 你有什么事 我想把那个电脑的机器给改良改良 什么 你要改良电脑 啊 你说他这个 这个按着那个键啊 我觉得太多 我看着都演运 是吗 我这就留这么一两个就可以了 就有一个能将就行了 我明白了 您打算把我那电脑键一个一个都给掰了去是怎么着 就这么个意思 爸 你愚蠢 是吗 你说你爸愚蠢 他是技术革新能手 你说他愚蠢 妈 你更愚蠢 爸 你说他还愚蠢 你是什么 这小愚蠢 真是 电话 喂 喂 哎 严叔啊 是我 哎呦我成长 怎么回事 在家干嘛呢 我在玩电脑呢 学电脑呢 学的怎么样 怎么跟你说呢 八九不离十吧 哦 八九是学会了呗 基本上 基本上 好好好 有这么个急事 你说 就让你做一个生产计划吗 上级现在来检查 马上就要看 你现在马上给我把这个计划送到丰台总厂来 马上到丰台 那我用翅膀飞过来都来不及啊 是来不及了 你不学会用电脑了吗 你给我发一个电子邮件 发电子邮件啊 马上给我发过来 我发一下电话等你啊 怎么了 这电子邮件什么关系啊 你不懂啊 那问闺女啊 怎么问她啊 我刚刚那时候电脑我都内行了 怎么还能问她呢 没事 我问她 那你问她 小丽 你快来 干嘛 那个 妈问你点事 那电子邮件 怎么回事 电子邮件呢 你问她呀 她让我问你 这个电子邮件呢 老伴 这个邮件你知道吧 邮件就是东西放在信封里边 贴上邮票 邮局邮过去 那叫邮件 对对 这个电子邮件呢 就是要把你邮的那个东西呢 塞到电脑里边 让电脑给邮过去 就是电子邮件 怎么 怎么回事啊 对 对了 真对了 真对了 往哪塞进去 往哪塞啊 往哪塞啊 对 你看 这有个孔 这有孔 这孔啊 跟邮局那个油箱的孔是一样的道理 是挺像 像像 那个孔大一点 这孔小一点 对对对 这孔不行啊 塞不进去 是小点 你把那工具给我拿来 我得改良改良去拿 改 钳子 改钳 行 要不要那个 冲击钻 拆强了 要冲击钻干什么呀 拿个电钻 电钻 还是钻 还是钻 这个 这小钻 对 爸 您这是干嘛呢 爸 你爸发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拿电钻干嘛 这孔太小 给他改良改良 你爸呀 一粘这个 他就记财了 这事儿就来了 好了 好了 您这要拆电脑是怎么着 拿来 怎么样 您要发的电子邮件 这 真是 好几千块钱的东西 哦 这个键是发电子邮件 哎 还不能拆 不能拆 不能拆 能 好了 让你发过去 发过去啦 发过去怎么东西还在呀 发过去 这是原件 当然在了 这孩子 蒙我 你这 你怎么蒙你爸呀 我蒙你干嘛呀 您不信 自个儿打电话问厂长吧 当然得问吧 你问他 你厂里 不要 你见了 这不 这 喂 哎 哎 严师傅 哎 你发的电子邮件 我收到了 还真收到 没想到啊 你现在电脑用得这么好啊 哎 不不不 你看我说让老同志学一学电脑啊 都有这个为难情绪 什么岁数大了 记不住了 脑子不好了 看着箭子太多了 演运了 您这不是学得很好吗 哎 我想这样啊 礼拜一上班的时候啊 您给咱们全场的老同志讲一讲 你是怎么学会用电脑 不 哎 不光要讲啊 你还得当场表演一下 怎么发这个电子邮件 我现在就安排这个会 哎 你你你不要 这么有力了 哎 哎 你听我说 岩师傅 你这个同志有个缺点 我就直说了啊 直说直说 你就是太谦虚 你一定要讲 我安排会了啊 谁呀 爸 长长 长长怎么说 长长说电子邮件收到了 还有呢 他表扬了我 哎 这表扬是好事啊 您怎么跟要哭了似的 他说我电子邮 电子电脑学得好 还让我让全场的老职工面积 让他介绍 我怎么学电脑呢 那您就说呀 那您就说呀 我当上要不怎么发电子邮件 我都不为我这个话 我从来没有吹过 全场职工面积 追求 说老职就大忙了 这不行啊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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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这事儿咱不着急啊 我看这事得这么办 第一 咱得踏踏实实的 好好的学电脑 对 这第二呢 我跟长长说 咱就不表演了 你不认识我们长长 你怎么跟他说啊 我发电子邮件呢 赶紧上 跟他说啊 我不参加电脑 这一回全我不能开 爸 那今儿晚上 叫电脑学习班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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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你这儿都会你呢 对 你怎么回事 一会儿让他听我的 一会儿让我听 那你听谁的 那谁对的听谁的呀 你还闲着干什么呀 你赶紧去学习班呀 我还没吃饭呢 你不吃过了吗 我哪吃过了 你吃鸡吃马又吃泡 还吃了一个下 我爱了他 爱我就爱了他 来了 中针 来了 乌鱼 那边雨下得真大 可能是老天爷 听说咱俩明天要分手 高兴的都哭了 是吗 这个地方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 不记得了 不记得 四年前 咱们第一次见面 就是在这儿 那天也下着雨 对 就是在那天 你拐走了我的这把红雨伞 当然了 我也拐走了你 你是想把我骗到这儿来 是想救梦重温 那么我告诉你吧 没有门 别把我想象的那么没出息 我想请你来 因为这儿是咱们感情的出生地 我还想让它成为咱们感情的火葬场 敢不敢坐下 坐坐坐 带手机的介绍信带来了吗 哎呦 在我这儿放的都快成文物了 你的呢 费了不少劲吧 这玩意又没什么名额限制 我一下开出两张 两张 一张是离婚介绍信 还有一张是结婚介绍信 够快的呀 结婚介绍信都准备了 自介绍我单位张忠珍 因丈夫移情于 邻居石杂店单身女老板玛丽 而提出坚决离婚 文笔不错呀 自介绍我单位李步渝 因被妻子怀疑 与邻居石杂店单身女老板玛丽 有暧昧关系 而愉快地接受妻子为此而提出的 离婚的要求 还有这么长的句子 连个笨符号都没有 唱一道毕丝 不管怎么说 这错词没什么问题吧 那个还可以 至于 行 人嘛 就应该这样 爱 咱就爱她个死去活来 散 咱就散她个轻松愉快 来 干 够快的呀 我那接班人你都准备好了 那也没你快呀 还没离婚呢 在我眼皮子底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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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我跟玛丽可什么事都没有 啊 那天我帮她扛啤酒是你让我去的 你 你怎么从来没这么心疼我呀 说这话没劲了吗 没意思了吧 啊 你那回发烧 我不用给你上医院 端着脚 我连 我连鞋子围固都穿着我 房积那回去医院 本来我就是有点发烧 我告诉你 第一个抽屉里有退烧药 你非从第二个抽屉里摸出俩卫生球给我灌进去了 你说 你不被我上医院洗胃行吗 我不是看你发烧着急吗 再说了 行了 行了 事情能过去了 再说也没什么意思 你先说 我保证再不提你和玛丽的事 你不提才怪你 我说 我说 我跟你说话呢 我说 从什么时候 你跟玛丽好的呢 还不提呢 我什么时候都没跟她好过 没跟她好 那你搬完啤酒以后 在她房间里待了那么长时间 那么多长时间 十七分十五秒 十七分十五秒 我用秒表掐的 瞧你这点出息 十七分十五秒 是 我帮她扛啤酒 扛完了不得帮人码起来 码到最后一箱的时候 哗叉这半点墙的啤酒全摔坠了 我不得帮人收拾收拾 那 那那那他为什么 怕你尖码多少哭呢 那么多啤酒都碎了 他能不心疼的哭吗 那为什么你们还拉拉扯扯呢 拉拉扯扯 我说这啤酒是我弄碎的 我要赔你钱 他说哪能让你赔 这叫拉拉扯扯 那 那什么呢 那 那你干嘛不跟我解释清楚呢 我跟你解释 你让我说话吗 别光说我了 说说我那位接班人吧 怎么样 要查万贯是个大款吧 一个穷人 穷人 也就有一千来万存款 还有那么十几栋别墅 最近车库刚从德国进口了两辆破奔驰 破奔驰 是啊 肯定是从船上完还卸的时候给撑了 人家那奔驰四五米长吧 他那奔驰足有十来米长 好几台座呢 真满 人肯定长得挺帅吧 特难看 特难看 比你还难看呢 比我还难看 平时没事 根本就不敢随便上街 一上大街大家伙 哇 没关 哎呦 真那么丑啊 大家伙奔走相告 谢小冬来了 谢小冬来了 谢小冬 好了 没什么事了 我该走了 哎 别走啊 咱有重要事没谈呢 什么事 明天咱就要到办事处去办手续了 那个财产分割是不是得谈一谈 咱们家娘破东西还财产分割都给你把我不要了 我哪能独吞呢 来来来坐下坐下 这分清楚 之前的就剩下冰箱采垫洗衣机了 咱们先分这洗衣机 洗衣机得先归你 洗衣机得给你 你看给你 你干净 你脏 我脏 我脏我才用不着洗衣机呢 我干净我就更用不着洗衣机了 我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嘛 冰箱好不好 好不好 冰箱得给你 冰箱得给你 给你 你看你特别好吃 你懒得做 咱俩好吃懒做 这样好不好 这是电视 电视得给你 电视一定得给你 你爱看电视剧 你爱看足球 电视要是给了你 再有电视剧的时候 就没人给你争了 电视要是你拿走 再有足球的时候 就没人给你抢了 这是怎么了 这是 你还动动就吵 真是的 算了算了算了 明天早晨八点半 八点出门口见 你还别老拿这话吓唬我 明天见就明天见 别动 这雨伞还没分呢 这雨伞是我拿来的 是你拿来的 可是四年前是我送给你的 你送给我的东西 你想要回去了 那本来就是我的东西嘛 那你就不能给我留一点纪念吗 我还想留着当纪念呢 那 这样好不好 我只要这把雨伞 什么东西我都不要 行不行 我什么东西都不要 就要这把雨伞还不行吗 你哭了 我没哭 你哭了 我没有哭 你怎么了 我想回家 你先等会儿 你那谢小冬是怎么回事 我瞎编呢 我瞎编的 我爱了她 还说就会乐多 已经被练演一下子公 看文字字母 孩子公 翻页三更把眼睁 都说春节晚会难搞 主要是导演吃花地巧 每个观众发生一个脚盆西脚 所有的节目效果包人都好 找的孩子好吧 好 可我们家不好 儿子 你是那个 撒喝喝喝水的缸子 媳妇 你是白菜帮子 走吧 我隔头不会自己长大 淘汰了一位 来再往下